你们俩在生活当中 怎么一个相处方式 这个吃穿住行 会有什么矛盾没有 洗衣服蹲着蹲不了 都我老公洗衣服 做饭让我蹲 我们能什么烧那个大灶 我也蹲不了 都我老公烧 其实我挺感激他的 有一次就是 今天那些情人节 我说这别人都买花 我也想要个花 我老公说那没问题 走咱们买下 买下都那天遇见尴尬事了 他也前面走 我也后边走 有个女孩见着我都 都这么乐 都这么瞅我笑 给我气着 后走到卖花的地方来 老公买一束花 非得让我抱着 我说我可不抱着 就这么走着 还有人笑我 我再抱一束花 人家瘦人都有 没收到花 我这三百斤胖子 能收到花 更得有人笑我 我没敢抱 到家里我给抱过来了 所以表面上看上去很开朗 但是任何一个开朗的胖子心里 都有阴影 其实我挺自卑的 我都不愿意 不愿意出门 有时候跟老公一块出门 很多人都质疑我们 说我是老公的姑姑 阿姨 有的不会说话的说 你妈长得真年轻 当时我真掉眼泪 真掉眼泪 真哭 肯定还有人 老是在你上街的时候 说问你几个月了吧 对了 我买菜的时候 买菜的大姨说 又怀上啊 你怀孕了吧 我都捂着肚子说 就这两天都该生了 那阿姨说 那是不算太胖 还有老公我们俩 赶大吉 这个摩托车 他带着我 他不是轻吗 我重吗 遇到一个小上坯 这个小上坯摩托车 头扬下来了 啪下来 我到座地下来了 跟我说一点 那可疼可疼的 老公也起来第一句话 没问我疼不疼 第一句话 摩托车怎么样 不是 不是 细朋友 你能不能给我们 捡捡肺 我说 我也不愿意 你坐车安全带 应该拴不到吧 拴不到 飞机的安全带也短 我学车本的时候啊 那时候还比较瘦 二百四十斤 那时候 学车本的时候 我这肚子大 上面一坐 肚子顶着方向盘 怎么转 转不动 转不动 我说上个后面条 就把这一条 可得好 鸽子矮 脚牙子 踩不到油门 这个安全带 够不上 只能到肚子这里 那个娇艳呢 可不爱笑 可不爱笑 一见着我他就笑 你游泳不 说这个游泳上 我倒更脑子疼了 有一次 我说这都旅游去 咱们也旅旅游去吧 结果上那个 往水了 我说买个救生圈 买个大号的 一套 套不进来 也上个套 咋套套不进来 我说从底也套 这一从底下 这么套也套不进来 我说这咋的套啊 买个救生圈 白来了 咱们也花上这个 这个票钱了 后来咋这样 我老公啊 一边给我找了一个 那叫救生衣 这边救生衣打到这儿 这边救生衣打到这儿 记不上 记不上后来 我说那咋玩啊 老公说这么着吧 我左手掺着你 我右手 把着这个救生圈 让你右手把着救生圈 这么着 我这么玩了一个小时 后来呀 正往里起进来 脚下一挂 蹲进去 我躺在水里了 喝了好多好多水啊 不是旁边的人都溢出去了 不是啊 那不是来一个大浪吗 一大浪 咱都得出去跑了 都分散出来 我躺在水里了 根本都没人发现 我当时 我心想要 死并不可怕 我就想 要是说是 因为没有救生圈 躺里了 有多么丢人 就这事呢 我们还得听专家的 但自己呢 还得有毅力 很多人呢 因为胖 自己在家里边 单一地去控制饮食 或者是 单一地去加强活动 这样呢 都不会取得 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要想把它剪下来呢 最好还是到 综合性的医院呢 去进行一个 全面的身体检查 去制定 一个合理的计划 制定一个 瘦身的时间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去循序渐进地做 这样一点一滴呢 就会取得一个 非常好的效果 我们长村康大医院 减肥基地 这个大家庭呢 也随时地欢迎你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呢 可以到我们医院 去尝试和体验 两个月 三个月 如果能够取得 非常好的效果呢 你就坚持下来 减肥呢 一定会能够成功 那感情好了呀 与其说减肥 是为了外形 不如说减肥 是为了身心 对对对 如果你能减下来 在日后的生活当中 我估计什么困难 都不是个事 你信吗 信 你说假话 真吧 信与不信 对 都希望你能够 健康快乐 好吧 再见 再见 谢谢老师